行了,我们接下来这样的,讲两个小插件,就是项目结构的,这两个小插件是这样的,一个是flask script,这个插件干啥的呢? 这个插件就类似于我们后面讲jango的时候,我们会用到了一些命令来去启动你的服务,通过命令来启动你的服务,这里面简单的了解一下。 这个呢,我们讲的了解一下好吧,这个其实在真正要去用的话呢,只要我们知道怎么用就可以了,到时候你要真的要用这个script,你就看我这个导图就可以了,怎么用啊,来你看一下啊,我们首先把包装一下,对吧,把这个包装一下啊,我这个笔记先不给你们写了,你们自己写一下,可以吧,这个安装这个包,装包怎么装呢,它叫flask script,就是脚本,就是我们支持这种脚本的启动, 然后呢,我们pip install,然后呢,加一个flask-script,好,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,它就开始安装成功了,是吧,里面是不是有好多那个包,你们装的快不快? 你们装的不快?它默认,你看我的默认是用阿里云的,你要去写的话,如果不是阿里云的话,你是不是可以加一个什么? 对,你再加一个云,加个圆,加个圆,然后呢,itps嘛,好,行吗,行吗,Meras,是吧,里面有个阿里云,点这个什么,com,然后pypypy,然后后面跟的是simple,这个呢,这个路径的话,应该没问题吧, 这路径有没有问题,没问题吧,没有问题啊,这个记下来了没,这个,应该记下来了吧,对吧,啊,装好了没,装好了,装好了,你们说一声啊,装好了没,还有没有啊,没有,晚上自己装了啊, 然后,来来来,我们来看看啊,这个把这加进来之后啊,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manager是吧,等app是吧,我们现在呢,就是,你装完这个插件以后,我们的项目的结构啊,就应该是怎么给它调整呢,我们要调整一下结构,怎么调整呢,它这么调整,啊,我们来,我们来做一下啊,我们来这样写,呃,你现在我们做一个比较完整的,这个里面就先放着,是吧,我们来建一个比较完整的,比如说这个, 一个像目录,我们建一个目录啊,这个目录的话,我们叫做什么,比如说我们叫APS server,是吧,是不是啊,你叫APS server啊,叫一个这个目录,就是这个服务,我们后面呢,写的话,都是这样写服务了啊,都这样写服务了,然后这里面呢,我们建一个什么,我们来建一个,这个passion包,这个叫,叫app,或者我们叫做mayapp,是吧,这里面,在这里面呢,我们叫一个主要的应用程序,啊,主要应用程序, 在应用程序里面,建啥呢,我们要建一个,比如说,在,在这里面啊,我们要建一个什么,比如说templates,是吧,这是我们的,呃,我们的模板文件,是吧,然后呢,在这里面呢,我们还可以建一个什么,passion包,比如说叫views,啊,我们建一个views,这里面是放的是我们的试图,啊,这是我们的试图,就是这里面你可以创建这些包啊,把这些包可以创建出来, 没问题吧,你也可以创建一个脚本,然后呢,你再创建一个包,创建什么包呢,创建一个,比如说道包,就是数据模型的包,对吧,数据模型的包,然后模板,呃,还有一个是资源文件,这个叫目录,这个目录的话,我们后面会讲这个static, 我们先把这个先给它加进来,是吧,好,大概这个应用程序的结构就这样,就一个应用程序结构里面,我们有数据模型,数据操作的,对吧,有近代文件,有模板文件,有处理函数,然后还有一些工具包,工具包的话,我们后面再讲,这里面你可以把它展开,这个里面就是我们pathon的包,啊,pathon的包,理解我意思吧,pathon的包,啊,当然我们也可以写什么,写views脚本,啊,写个views脚本, 这里面是我们主要的app,啊,主要app,然后这里面我们可以写很多的这个试图,啊,试图的这个标本类,后面呢,我们来去讲它,然后呢,呃,注意一下啊,在我们的init里面,注意,在我的init里面,这是谁的init,是app的init,是吧,是不是在这里面呢,在这里面我们一般写什么呢,我们一般去这样写,我们去,你看,在我们的这个mayapp的处数化包里面,我们会做什么呀, 我们会导flask,import,我们会导什么呢,会导它的flask,然后呢,在这个里面呢,我们在这个里面,我们导一个,加一个app,等于什么呀,等于flask,然后创建出来,这里面呢,写的是name,这个呢,app我们就创建好了,而且呢,这个包呢,它只会执行一次,是吧,它只会执行一次,所以呢,它这个app我们就写好了,app里面要,要去干什么, 你要去设置,比如说我们要去初始化,啊,或者我们叫的init,是吧,比如我们,应该是要config,啊,它里面有一个叫config信息,这里面我们暂时先不加,它里面要设置什么样的,比如说我们进材文件的位置啊,什么其他的文件的位置啊,啊,都可以在这里面去设定,啊,它的一些配置都可以在里面设定,后面我们去讲它怎么去配置它,大概呢,你先把这个结构先建好, 有道,有aesthetic,有template,有view,是吧,这样一个结构去建就可以了,但这个建的话,你看我们以后来看一下啊,然后呢,你在view里面干什么呢,呃,等会来讲那个蓝图啊,讲蓝图,现在服务是不是没有啊,没有,没有路由是吧,没有路由啊,然后我们现在干什么呢,这个里面是建完之后,我们在外面,再建一个脚本,再建个什么脚本呢,再建一个服务脚本, 你可以看到啊,我们建一个服务脚本,叫server,可以这么理解吧,这个脚本是干啥的呢,我们现在,你可以在这里面写一个启动应用程序的一个脚本,就是这里面我们需要导包,哪导呢,从mayapp里面导,哎,你发现mayapp没有,对吧,说没有mayapp啊,哎,不对啊,app啊,叫apserver,对吧,apserver里面有一个什么呀, 他有一个mayapp,是吧,哎,这里面呢就不对了啊,这里面就不对了,为他呢,这个,这个apserver是我们的工程,是吧,是这个,是吧,所以我们要把它转一下,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macdirector s,你给它设为sauce root是不是可以了,看到了吗,因为,因为你要作为一个包的话,你里面是不是得有个init.py文件啊,是不是要导包啊,我们没有这个, unit.py文件啊,它就是一个普通的sauce原码包啊,原码文件,文件目录,明白是吧,那右键啊,在哪里啊,右键目录,右键这个目录,对吧,然后呢,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,叫,mac,mac,标记,是吧,mac标记,然后directory s,我之前是没有那个啥的,这个里面你把它去掉之后,然后你右键,你看,我这个是,跟你们保持一致,它里面有一个sauce root,第一个, 找到了吧,啊,找不到的话,你们要机灵点,对吧,这里面我们要干什么呢,mayapp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啊,呃,mayapp里面有一个叫app,对吧,然后加一个may方法,那么我们要启动它的话,我们是不是要mayapp.run,对吧,是吧,正常情况下是不是这样写的啊,哎,这样情况下这样写的,但是呢,有一点, 我们不是这样去操作的,哎,怎么操作的呢,我们来看一下啊,怎么去操作的,我们来看一下,好吧,呃,现在你不要着急写这个啊,不要着急写这个,对吧,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操作的,不是这样的去启动了啊,我们现在把那个flask script那个模块加进来以后呢,我们换了一种实录,怎么做的, 它里面创建了一个manager,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创建了一个什么呀,创建了一个manager,我们需要导包,是吧,从哪里导啊,从flask下面的script当中导一个叫manager,啊,导一个manager,把这个包导进来,导进来之后我们的manager应该等于这个manager,你把这个app给它加进来,对吧,这有两种方式啊,一种方式创建,直接创建, 然后呢,直接运行的时候我们运行的是may.run,啊,may.run,这是我们的一种方式啊,这时候一种方式,就这里面呢,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把manager加进来了,是吧,使用manager运行,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命令去运行它,啊,这里面就很厉害了,然后我们看看怎么去命令去运行它呢,把这个去掉,然后直接写到这块来,是不是可以了,两种方式,一个managerrun,一个是这个执行命令啊,那你可以看到, 我们现在呢,先这么写,对吧,写完之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服务给它停了,停了之后我们现在,你可以看到啊,我们在这个终端这一块,我们打开它,打开它是不是进到,进到api的sower里面,进到这个目录里面去啊,是不是进到这个目录里面去啊,进到这里面来吧,要进到这里面来啊,回车一下, 好,现在你看你当前路径是在什么地方,是不是APS server这个路径,是不是在你这个项目的路径里面啊,在这个路径里面啊,那接下来我们干什么呢,我们直接是python,啊,执行这个server,然后呢,里面有个runserver,我们启动它,你看啊,喂,哎,我们启动,没有启动成功是吧, 来,来,我看看啊,这个,我看看啊,好像,哎,这个里面,这个服务一,先给它关了啊,先给它关了,我看看啊,这里面好像启动没有成功是吧,我看看,它叫做runserver,Tyson的这个脚本,这个是,我看一下啊,应该是怎么做啊, 应该把妹给它加进来,是吧,我应该这么写,应该这么写啊,应该这么写,我看看啊,写完之后,我看能不能启动起来,然后我加上一个他,哎,好像不行啊,然后-h,然后-h是0.0.0.0,然后-p是5000,我看看啊, 哎,好像不行啊,他这个命令,Python运行的时候,我看看啊,我看看啊,这个里面,他得需要执行,啊,他得需要,他得需要执行一下run才可以啊,你可以看到啊,Count-C,Count-C啊, 注意啊,注意一下,注意一下,来来来,这样,这样写啊,这样写,来,看一下,这个里面你得需要执行一个run才可以啊,执行一个run才行啊,这里面稍微注意一下啊,就是,你现在把这个manager创建了,它这个里面是什么呢,它这是以脚本的方式啊,以脚本的方式, 然后来去启动,然后来去启动,我们的这个,这个,flask,这个应用服务啊,啊,应用服务,那么它里面有个好处就是,你可以,后面的话,你可以编写一个脚本来启动它,啊,这里面呢,你可以直接干什么, Python-Manager,你看啊,Python,不是Manager,Python的server,然后呢,runserver,对吧,你把它启动起来,启动完之后,我们现在跟个-p,它里面的参数,我们可以来个6000,我看看啊, 哎,启动了,报错了,它告诉我们,server.py,对吧,好,我们来启动一下它,这个是6000了,啊,6000了,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加进来,好,这里面呢,你可以看到,在这块啊,我们把它启动起来了,就是按照这个命令来把它启动, 就是你要进到API server里面,目录里面去,才可以啊, 呃,这个,这里面启动了没,呃,这里面你要执行一下run,啊,要执行一下run,不执行一下run,不行,这个manager这块要执行一下run,等待运行,是吧,就是我们要运行的完,这里面,其实我们运行manager在这里面,它会显示这个信息,啊,它是启动flask,然后呢,它的环境是什么环节,是生产环节是吧,是不是生产环节啊,这里面我们可以给它来一个调试,这个里面你可以给它加个调试信息,我们给它加什么调试信息呢, 你可以这里面加一个debug,就是你在这里面啊,它可以设计设计一个点,杠D,杠D的话就是什么,把它康处加C,康处加C取消了啊,康处加C可以退出,然后你可以加一个杠D,是吧,杠D是debug模式,是吧, 哎,这里面是不是debug模式就开起来了,是不是会设为on了,就设为on了啊,这里面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好,怎么开启debug,杠D嘛,杠D,是吧,这里面你可以看一下,我把这个复制一下,你可以看一下啊,这里面我可以把这个加进来,是吧 好,来吧,好看啊,来吧,这边有什么来说的呢,不是吧,这边有什么来说的,你呢,我可以看一下啊, 好,来吧,这个复制一下,就是呼吸一下啊,没有什么来说的,还好, 好,来吧,你可以看一下啊,大概是吧,还是会跟叶D,是吧, 谢谢大家